大家好 這裡是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9月25日 星期六 最後我又找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記得聽到最後 我做頭尾分享給大家 豬豬做中間 減低我工作的負擔 因為我很累 多謝大家 現在開始 一艘水警的巡邏艇 在沙洲折茶走私船隻時 一艘水警的巡邏人 意外返艇 一個旅警墮海失蹤 救援人員正是進行搜救 今早9點多 有可疑快艇在西部水域出沒 懷疑走私貨品 一艘水警巡邏艇展開追捷 在沙洲對開 巡邏艇意外返艇 四個警員墮海 消防接報趕來救援 發現其中一個旅警不知所蹤 現正進行搜索 政府飛行服務隊 亦都出動直升機協助搜索 警方派人在龍谷灘 出動無人機搜索 至於另外三個代海警員 受傷清醒 他們由救護車送去屯門醫院治理 失蹤旅警 林婉儀高級督察 隸屬水警西分區 駐守昂船洲水警小艇警署 他為小艇隊的指揮官 這四個距是最大的 去到中五十點多 搜救人員依然在沙洲對開 搜索失蹤的旅警 他們也曾經搜索這個 涉事的小艇 但初步都是沒有發現期的蹤影 政府的飛行服務隊 亦都出動直升機協助搜索 警方亦都在龍谷灘出動無人機搜索 但暫時未有發現 去到下午一點多 警方出動這個特別任務連 俗稱是水鬼隊 在附近的海域搜索 現場的消息指 中國海警亦都派出 深圳局海市巡邏船 到場協助搜救 嘩厲害 大陸都幫拖 有船家表示 因為疫情關係 近期的走私問題很嚴重 晚上曾經有過百手走私艇 穿梭來回 過百手? 警方都抓不到人 十分影響香港的船民安全 去到下午大約兩點多 直升機一度在沙洲對開的海面盆船 三艘快艇到場搜索 下午兩點半 其中一個墮海獲救的警員 送院後他披上急救保暖戰 警察的傳媒聯絡隊 都去到醫院了解情況 那去到我現在錄音的時間 就4點37分 就找了我當你9點開始 其實是8點20分的 原來是8點20分的 開始的 就是我當你8點半 現在4點半 4個小時 8個小時 8個小時找不回 那希望吉人天上 千萬不要有事啊 求你千萬不要有事啊 千萬不要有事啊 千萬不要有事啊 我們閘氣 你不可以有事啊 香港要靠你們拯救的 維持治安的靠你們 好了 那以下是下來交起之珠 我做最美 美工大學前年11月發生激烈的警民衝突 其中4名當日有參與其中 早前被裁定暴動及藏入索解等罪成的被告 今天就在區域法院判刑 站委法官黃思麗就指 當日示威者的攻勢猛烈的 火光紅紅 場面混亂 是一場大規模的暴動 更指各個被告當日刻意留在現場 明顯就有目的要想破壞 案中被判罪成的4名被告 有3名都是被判暴動罪成 而其中姓葛的25歲任職廚師 和一位姓姚的35歲系的補習老師 被裁定一項管有合適作非法用途的工具聚成 而3位的暴動罪分別判刑5年2個月 5年和5年8個月 他們在求情道指出 其實各名被告都是家庭的經濟支柱 不過法官就說 即使被告的背景淒涼 法庭仍需要打擊枉固法紀 危害社會及警察安全的行為 他指當晚8點多的時候 已經有數以百計示威者 在佐敦道一帶聚集 並向警方扔汽油彈和硬物 並有示威者捉起捉陣和縱火 法官又引述一名曾經作證的警員稱 當晚的情況應該是他做警察以來20年都未見過的 他還說在警員圍捕示威者的時候 曾經租汽油彈攻擊 事後警方在家庭居道 搜到19支汽油彈和弓箭 最後還說他們幾名被告 均無任何減刑的理由 成立了32年歷史的支聯會解散 蔡耀昌指 支聯會其實現時有130多個成員團體 今天有45個團體也有派代表出席 他們今天這個臨時會員大會 當中以41票投下贊成票 佔總數超過九成 超出解散門檻的七成五 根據法例 支聯會正式進行清盤程序 蔡耀昌指 他作為清盤人 會盡快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 也簡單交代支聯會是沒有負債 資產情況也很簡單 不過目前還未能預料可以何時完成這個清盤程序 蔡耀昌指 他出任在支聯會做常委十幾年 出任副主席也超過十年 對支聯會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他認同支聯會主席李卓仁所說 面對嚴峻的環境 在當前的情況下應該解散 對支聯會 依然是最好的決定 他有引述李卓仁向支聯會的會員發信 他指支聯會的理念已經傳承了在每一個香港人的心目中 平反六四 建設民主的奮鬥會有千萬人接棒 那被問到支聯會解散之後 日後六四的悼念活動會不會就絕跡在香港呢 蔡耀昌也說 難以預測未來的六四集會會怎樣進行 過去一兩年 六四集會也不像以前三十年那麼順利進行 沒有了原先的平台 不代表沒有希望 信念沒有了 我們始終相信人在 希望在 始終相信香港人 至於會不會擔心解散之後 被政府秋後算帳 蔡耀昌就說 其實都沒有辦法控制政府的行為 只能夠按法律權利作出抗辯 而且他說他未來會到司徒華骨灰安葬處交代解散的決定 相信司徒華重視組織的安全 在政治環境下懂得怎樣進退 會思考如何盡量保持支聯會的力量 那公司秘書蔡耀昌再說 支聯會是以擔保有限公司註冊的 今日通過解散決議 旨在啟動自動清盤 完成程序後仍需要召開會員大會報告 最後才正式取消公司的註冊 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早前已經去信了支聯會 預告啟動程序將會由公司登記冊中剔除 支聯會亦已提交了書面申述 下一步亦將會由特首和行會作決定 鄧炳強今天也說 任何人組織如果違反法例 不會因為解除而免責 會繼續追查等等 他說因為支聯會解不解散 和當局提出支聯會自公司登記冊中剔除 是兩件事來的 可以同步進行的 最感觸的是 目前支聯會的常委全部都身陷令優 主席李卓仁、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副主席周恆彤 都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李卓仁和何俊仁在獄中發聯儲信 公開呼籲會員支持主動解散支聯會 但周恆彤反對 指主動解散將會助長恐懼蔓延 不希望對民氣造成打擊 反過來呼籲會員否決 本綱的社交距離限制已維持超過一年 大部份社交距離措施在上星期四 再度延長至今月29日 根據最新的社交距離措施 餐廳營業限分了ABCB區 食肆有員工14天接受檢測 顧客使用安心出行等等 屬於B類的餐飲廚所 堂食可以到10點 每台聚都可以有4個人 卓與卓之間要保持有1.5位的距離 或者有效分隔 容納的人數是上限的50% 而昨日黃店No Boundary 在Facebook發文指出 銅鑼灣的溪雲街分店 晚上給例行檢查 在場的全部客人的健康申報表 都是通過檢查的 餐廳牌照亦沒有問題 誰知臨走時被發現一張 其中一張2人桌的隔板放錯邊 導致兩張桌的距離不足 所以要被罰停市7天的晚市 道歉啟示中 也有提到 那晚是星期五的繁忙時段 有20個警察 食環署突然上門檢查 店方對客人 影響到客人都深感抱怯 請各位食客 晚上就移步到 渣邊街分店 其實這間黃店 在去年的聖誕節 都被食環署上門檢查 當時因為未易貼有安心出行碼 已經被檢控過 那又是到我最後講得意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我最喜歡找些得意的事情 其實我想講一下 香港的經典鹹片名 不過好像太淫 會不會有些女讀者不喜歡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是的 我很想講的那段 經典鹹片名 香港的經典三級片名 如果想聽的 在下面留言給我 如果不想聽的 都在下面留言給我 叫我不要讀 如果多人支持的 我就嘗試找日講 如果沒有人支持的 就有它 那我現在講 這個是 魷魚遊戲 韓劇 現在開始 韓劇 魷魚遊戲 劇中的角色 電話竟然是真 虎主被轟24個小時 Nefed 的人氣韓劇 魷魚遊戲 播出不久 已成熱話 近日還掀起一場小風波 試完劇中的角色 可以致電名片上的電話 參與這個遊戲 沒想到劇中的號碼竟然是真 更沒想到影迷非常投入劇情 試打電話 連累虎主被4000個陌生電話連轟24個小時 那我就計過了 166個小時 即是166次一個小時打電話 一分鐘就有2.77個電話打電話 即是我當三個 他這裏說4000個 怎麼只4000個人打電話 4000多 一分鐘就三個電話打電話 神經病 事件中的虎主A 接受韓媒的訪問時 崩舉表示 自從劇集播出之後 手機電話和訊息 24小時響過不停 打電話的人 紛紛表示想參加這個魷魚遊戲 其實我沒有看過 不過當是大叔的愛 裡面有個參加遊戲的遊戲 不是參加遊戲的玩意 我不知道怎麼說 但是虎主因為工作需要 不敢關機 表示手機的電都很快被用完 嚴重影響生活作息 其虎主指 已經向Nefed公司反映 那對方 Nefed目前就說 正是努力嘗試解決問題 另一名虎主B 就因為劇中的電話號碼 跟自己的手機號碼 有三個號碼相同 沒有想到 同樣會受到電話干擾 到德式虎主A的報道之後 虎主B就照樣向Nefed投訴 並要求得到賠償 最後獲得一百萬韓元賠償金 但是虎主B就說不接受 並感受到很委屈 直至一百萬韓元 就不足以彌補損失 但是有香港的網民就笑言 一百萬韓元已經多過消費券 韓元一百萬就六千六 出了一張魷魚遊戲的截圖給你們 今天多謝大家 大家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頻道 月費贊助 記得留言給我 和多多分享 想不想我講香港的驚天鹹片名 多謝大家 拜拜